首届前海深港合作论坛 今天在深圳开幕 来自于海内外的众多商业精英 还有权威学者和两地的官员参会 探讨新时期深化 深港合作的目标还有路径 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 在深圳出席首届前海深港合作论坛时表示 过去20年深港合作历程 是在一国框架下发挥了两制各自优势 加强制度设计上的合作和创新 是两地合作取得成功的关键 也更坚定了国家对一国两制的信心 而经深港合作再度面临制度创新 促进资源对接带来的历史机遇 越港澳互补性强 有着诸多的利益交易点和共同点 合作应当成为北指最重要的战略方向和选择 越港澳大湾区规划当中 深港金融科技的合作 有望承担更核心的决策 全国港澳研究会会长徐泽 回顾深港发展史 要是深圳见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历程 在这个当中 一国两制方针 所产生的政策活力 是能量巨大且无可替代的 许则指出当前越港澳大湾区战略 目的就是要进一步提升和发挥港澳独特优势和功能 深化内地与港澳合作 推进国家对外开放战略 他也强调 越港澳大湾区是中国实施 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路径和局部目标 只有从国家战略的高度和全局上去通盘谋划和协调推进 充分挖掘和释放越港澳三方各具的优势 形成合力 大湾区建设才能早见效见时效 徐泽宜表示 越港澳合作要以坚持一国两制方针不动摇 不走样不变形的原则 和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广东的最新批示为指导 推动创新 他也认为 尽管港澳和内地机制体制存在差异 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的理念 同样是能够让港澳社会和民众获益的不二之选 他也建议未来与港澳 要把推进自贸区等重点区域合作作为着力点 凤凰卫视罗云民理听生 深圳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